除了大田作业 像丘陵山地等不方便大型农机行走的地方 就需要借助小型的农机具来进行作业 日前在湖南郑州一款新型的履带式拖拉机正在进行量产前的调试 针对丘陵山区田块小 落差大 过沟月砍多的情况 研发团队将这款拖拉机的机长缩短了33厘米 机宽缩短了20厘米 并在轻量化机身上搭载了自动变速箱 自动驾驶系统 增加了差速转向技术等新功能 解决了原来农机行走速度不好控制 上坡换挡溜坡 转向不变等各种问题 我们以前的拖拉机你过坡的话也就是大概是20度左右 但是今天的话 它今天已经达到了25度以上了 一般的圈林山区的话 它都能够上得去